某有机化物含碳氢氧 取10.8公克燃烧后 残物通过过滤酸酶 然而过滤酸酶的目的是用来 吸收水 这个重量增加7.5公克 表示水的重量为7.5公克 又通过氢氧化钾 氢氧化钾的目的是用来 吸收二氧化钙 此时重量增加30.8公克 所以30.8公克就是二氧化钾的重量 其蒸汽密度在STP之下 为4.82克除以升 效率叙述核者正确 我们先看A选项 实验室为C7H8O 有关实验室化 也就是上面方法 即元素分析法 是求化物中各元素的各数比 也就是碳氢氧各数比为何 可以得知实验室 因此我们先用水的重量 以及二氧的重量 来先算出碳比氢 首先重量我们要先换算出 水的墨氧水的墨氧数 水的墨氧数等于7.2公克 除以水的分值量18 等于 0.4墨氧 而我们看这边 1个水还有2个氧 因此也可以就立即得知 氧的墨氧数等于0.4乘2 等于0.8墨氧 而二氧化碳的墨氧 等于 重量30.8克 除以44克 除墨氧 等于 0.7墨氧 而由于 一个二氧化碳仅含有一个碳 因此它也就是 碳的墨氧数 因此我们继续要再算出 氧的墨氧为何 氧的墨氧就等于 氏样的重量 减到碳的重量 减到氢的重量 除以氧的原子量 所以 氏样的重量为 10.8公克 减到碳的重量 碳的墨氧为0.7墨氧 乘上12 氢的重量为 0.8墨氧 乘上氢的原子量 1 除以16 等于 0.1墨氧 因此 碳比氢比氧 就等于 0.7比0.8 比 0.1 等于 7比8 比1 所以 实验室就为 C7 H8O 因此 对于 A选项而言 是正确的 而 B选项 分子4为 C7 H8O 我们必须要利用 增清密度在 STB之下 为4.82 深分之客 来计算出分子量 才能得知 对于B选项 计算出分子量 我们额外 必须要知道一个内容 也就是 STB之下 一大价零度C 气体的木屋体积 就是 每木屋的体积 为 22.4 公升 除于木屋 而题目所给的是 正确密度在 STB之下 为 4.82 克 除于公升 因此 我们乘上木屋体积 22.4 升 除于木屋 存完之后 等于 107.968 约 进位 就等于 108 克 除于木屋 也就是 分子量的 单位 所以 对于 C选项而言 分子量 为108 是正确的 我们再有 C选项来看 分子4 由于实验室 为C7 H8O 因此 分子量 就等于 C7 H8O 的 N倍 里面算出来 7乘12 加8乘1 加16 刚好等于 108N 又等于108 克 除木屋 所以 N 等于 因此 分子4 就为 C7 H8 H8O 所以 B选项而言 也是 正确的 接着 我看 D选项 过滤酸 选项 但 谢谢观看